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剧 今天呢,是要给大家展示这么一个moon design moon design就是我们一个月光沙子 它是超级沙子的一种 然后它呢,是这种大红色,西瓜红 然后它的手感呢,也是非常的好 然后不会掉,也不会连 然后造型的话呢,做造型的话呢,是非常的适合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展示给大家看 然后先拿一团我们的moon design 也就是我们的月光沙子 然后放到手里呢,可以感觉到它的是 粘度呢,要比我们赔乐多粘土要小一些 但是呢,要比平常的沙子真的要好很多 好很多 因为它非常的,相对于平常的沙子来说 非常的粘,非常的有这种立体的感觉 然后如果从我们的模具里面倒出来呢 也是非常的好倒 好,我们在这里展示给大家看 然后这里有一些沙子呢,会掉下来 其实我觉得这里完全是,应该是没有那么大一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这些沙子呢,都可以给它拿开来 然后都可以给它捡回去 呀,没错,这就是我们开始做好了一个这个月光沙子 我觉得是非常的成功 上面呢,是很平 然后下面呢,就像城堡的砖一样 然后就把我们的这个模具很好地给它拖了下来 很好地给它模具地弄了下来 然后我们稍微地按压一下 然后它也没有那么容易地就碎 这就是我们的月光沙子的神奇之处 然后呢,就给它放在旁边 我们可以继续再做一个 好,好,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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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做出我们的第二个来 看一下我第二个一个月光沙子的作品 哇哦 超级,我觉得第二个作品真的是比第一个好的没有太多 真的是非常的平 然后可以看到用手摸出我们上面这一瓶真的是沙子的感觉 就像摸沙子一样 而不是像摸一块橡皮泥或者粘土或者一块彩泥 然后感觉也是那种沙子的颗粒状 不知道在镜头下呢,有没有看出来它的这些区别 我们可以把两个呢,放在一起 就可以尖叫出我们一个小小的城堡的一个部分 我们可以把它稍微地按压一下 然后就可以把它绑定在一块 然后现在呢,我们开始做我们城堡的城堡间 这间间的地方 Parce我要谢谢大家 而且这个房子 我们来席 我们来看 拜拜 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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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尖尖呢 也是做得非常的漂亮 做得非常的成功 然后我们就做出了一个我们红色的城堡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开始继续来做我们的这些模型 继续来看 然后呢我们这就是我们的 月光沙子 然后这个月光沙子呢有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它不会颜料不会粘手 然后你手呢就玩完了之后呢完全不会变成大红色 就像那些别的一些超级沙子一样 总的来说呢我是觉得这个沙子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好玩 因为它在塑形方面呢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也非常的优秀 适合于我们三岁以上的小朋友也可以把它带到海边去玩 带到我们的花园里面去玩 然后我们做的这些造型呢就放到这里是给大家看 然后有一些人它边边角角是破了 它原因不在于我们这个沙子 而是因为我在做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它给碰掉了 看看这是什么 这个又是什么 这个绝对不是我们的月光沙子对不对 这应该是我们的超级沙子 是来自于别的视频的超级沙子 对没错 这就是两个另外两种超级沙子和一个我们的黏土沙子 在接下来一个视频当中呢会给大家展示它们的一些区别 和大家展示出来它们更多更好的一些优点和缺点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拜拜 拜拜